Yan 过来 现在我们有一个 special guest Nian Chen来了 罗伊 战不空后怎么接 你看 你来 但是你需要 这可以 可以可以 just change your name 那不用 战不空后怎么接 那么战不空后接 战不空后 很多种方法 那我用哪个角色 好了 都可以 大角色 林克 哈哈哈哈 但是你这个最好是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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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应该 战不空后 主要还是为了 最速玩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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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战不之后 战不之后就这样 对 RAR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你不理解啊 就是其实罗伊除了RAR以外 比较就是我个人用的最多的方法 是半空跳 sling shot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说呢 就是说 就是用sling shot那个方法 前然后斜后推 就不用RAR最后往前推你一下 你就可以做到两个方向加跳加缓冲 surtout 然后机械就 inhalation 就被从政策 就非常轻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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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比较 尤其是这个加入儿空后 最大的点是在这个场面 如果他会的话 其实其先讨会 比如说那体现真的特别特别大的 Jab公后主要在于他这个Jab手边 就是他有这样打到之后可以接公后的击杀 也可以这样防止他跳 这样不让他跳 如果失败也有算点还是开始一样 我是跳野马一二三个 一二三 一般就这样 但是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一般在板边一般这种位置 除非就是你特别精准的掌握 就是那个转身空后 要不然你都可能会直接下去就传不出来 基本上留这么一小点位置 让你有一个跑的这么个距离 基本上就能起来像这样 只能跳起来或者说 这个如果你会的话 你的卢翼库朗姆胜率特别高 这其实玩卢翼库朗姆最基本的 你一定要会对 因为就是你会这个 你能在70杀人 你要不会你可能在100多才会击杀 就用Jab之后的这种 因为如果你依赖其他击杀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横戏 但是这些完全也不内的 就是也没有后续扩展 因为为什么Jab强 因为Jab可以则摸摸摸摸 没有什么责任 然后摸到之后 你可能直接一个权战症 你能达到更大的力量 然后比如说70 林克的话差不多81左右比较已经危险 但是如果你不会的话Jab空前 你试试 Jab空前一定不会死 对吧 但是如果Jab空后的话 那会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对这个是太重要 所以嘛虽然有点难 但是你可以 但其实还好 因为有死零哨之后 其实现在真的还好 因为RR的话 它你也需要前后前 你需要拉着那个前 你需要再拉前 就是跳起来同时拉前 但是死零哨之后 就是你可以就是在你这前后前下之后 你这左手可以直接松开了 你不用一直推着左手 就直接这样跳起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哈哈哈哈 好 就这样啊 差不多就这样 哈哈哈哈 谢谢您